人行突然降准?对港股来说可以说是狗汉逢金路。港股瞬间暴障可能就是春光水暖鸭先知的表现。固然人行降准是利好因素。 另一方面是投资者觉得,中美贸易战的谈判似乎出现利好的趋势,才是比较基本的因素。主要是投资者相信美股暴跌会吸美国以至总统特朗普造成压力。 而这种压力又反过来逼美国拿出诚意来谈判。 现在中美谈判已经在日程之上,这就对投资市场带来无限憧憬。既然有着美好的欺击,股市就会及早出现向好的动力。 这是普遍投资者的预期,亦是正常投资的反应意义。其次是投资者预期美国息口已经到顶。 既然普遍趋势认为息口的压力,已经缓和或者消失,那自然令股市向好。 另外美国债券的升势跨年后变得零利。因此造成股票市场的利好就是有迹可尋。 中观港股的升势其实集中在新地0016。 中移动0941和领展0823。 又或是对利率敏感的股份。因为预期息口到顶,所以对高息股份的追求就变得更迎热切。 这也是预期之中,香港股票市场的基础和美国市场有根本的区别。 美国市场建基在科技股、新经济股,但香港市场却建基在对息口敏感的资产类股份。 换句话说,就是不能无断地强行比较。 息口走势对香港股票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大,而美国的状况就有所区别。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,现在市场上预期中国将会有大动作。 加上贸易战况趋向缓和。息口到顶,这些都是利好中港股票市场的因素。 但对美国来说,影响却不尽相同,因此出现中美市场走势竟易就变得十分合理了。 港股多息口敏感股美科技股为主难比较。 现在息口和油价的走势左右了以往强弱的分野。 对新兴市场来说是为利好。 但反过来对美国市场就变成不利。 最近苹果的暴跌也可以吸投资者一点启示。 有分析指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力出现问题。 消费者不再热忠于苹果产品升级,导致苹果股价暴跌。 但反过来应该这样想。 是苹果本身策略出现了问题。 在大跌市下,美股那些银行股并不为所动。 就可以理解为只是个别股份的基本因素出现转变。 但另外一些却没有捕错的压力。 投资者并不能因为个别的龙头大股下跌, 就彻底看淡整个市场。 而是应该区别对待,才会得出正确的方向。 现在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对苹果这一类产品出现了审美疲劳。 可能并不是拿不起过万元换机。 而是觉得已没有这个必要。 虽然同样是令到苹果出现问题。 但却并非消费力的不济。 而是苹果模式已经来到强傲之末。 下跌的情况是一样。 但背后的解释却是不同。 造成的后向也应该诱异。 投资者就要小心处理。 否则错把逢经作马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 苹果产业链股份不宜沾手。 现在投资者已经相当成熟。 懂得个别分析。 区别对待。 苹果在跌浪之中, 投资者当然不宜再度沾手苹果产业链上的股份。 免得接了火棒。 但如果区别出面向中国人消费市场的板块。 却或许有所作为。 不要被苹果报错而把所有的消费类股份都位于蛇蝶。 否则就是一足高打一船人了。 现在投资市场流行衍生工具和ETF。 当苹果被大规模沽售时。 ETF也会被逼沽出而造成连锁反应。 就会波及那些末关联的基础股份。 在一片兵方马乱之下, 投资者盲目跟风就会容易落入陷阱。 被ETF的走势牵着被指走而进入错误的方向。 现在市场的投资决定在于中美贸易战的谈判会否有成果。 在成果未见之前, 聪明资金只会步步为行。 格案观火, 断不可能胡乱站边。 随着日子迫近, 投资者建立了信心才会有可能落场下注。 这是正确的推论。 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不再是自由落体。 这对银行类股份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。 最重要是投资者必须眼观四面。 以听八方, 不应因为苹果的报错而一页帐目断定大使已死。 而应该小心求证, 区别对待在跌市之中不同的股份。 不同市场, 只要不站错位置。 其实形是大有可为, 在美国哀鸿遍野之制。 在巴西的投资市场却是古乐圈天。 这就说明了不能一部通书看到老, 而是应该宅善故执, 沙女图今才能走到真命天子, 得到理想的回报。